格林多前书 第十一章 你们该效法我,如我效法了基督一样。 我称赞你们,在一切事上纪念我, 并照我所传授给你们的,持守那些传授。 但我愿意你们知道,男人的头是基督, 而女人的头是男人,基督的头却是天主。 凡男人祈祷或说先知话,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 但凡女人祈祷或说先知话,若不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她跟那剃了头发的完全一样。 女人若不蒙头,就让她剪发吧。 但若剪发或剃头为女人算是耻辱,她就该蒙头。 男人当然不该蒙头,因为她是天主的肖像和光荣, 而女人却是男人的光荣。 原来不是男人出于女人,而是女人出于男人。 而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为此,女人为了天使的缘故,在头上应该有属于拳下的表迹。 然而,在主内,女不可无男,男也不可无女。 因为就如女人是出于男人,同样,男人也是借女人而生。 但一切都出于天主。 你们自己评断吧,女人不蒙头向天主祈祷相移吗? 不是本性也教训你们,男人若续发,为她就是羞辱。 但是女人若续发,为她倒是光荣吗? 因为头发是给她当作手帕的。 若有人想强辩,那么她该知道,我们没有这样的风俗,天主的各教会也没有。 我要嘱咐你们,并不称赞你们。 因为你们聚会不是为得意,而是为受害。 首先,我听说你们聚会时,你们中间有分裂的事,我也有几分相信。 因为在你们中间,圆免不了分党分派的事,好叫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在你们中显出来。 你们聚集在一处,并不是为吃主的晚餐。 因为你们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晚餐,甚至有的饥饿,有的却醉饱。 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 或是你们想轻视天主的教会,叫那些没有的人修残吗? 我可给你们说什么? 要我称赞你们吗? 在这世上,我绝不称赞。 这是我从主所领受的,我也传授给你们了。 主耶稣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 拜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这样行,为纪念我。 晚餐后,又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次喝应这样行,为纪念我。 的确,直到主再来,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 为此,无论谁,若不相称地吃主的饼,或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体和主血的罪人。 所以,人应省察自己,然后才可以吃这饼,喝这杯。 因为那吃喝的人,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案。 为此,在你们中有许多有病和软弱的人,死的也不少。 但是,若我们先省察自己,我们就不至于受罚了。 我们即使受罚,只是受主的惩戒,免得我们和这世界一同被顶罪。 所以,我的弟兄们,当你们聚集吃晚餐时,要彼此等待。 谁若饿了,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集自遭判决。 其余的事,等我来了再安排。